各位,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最近天氣相當熱,每天在廚房當然感受深刻 每天看到女兒回到家都大汗、小汗,老婆也是這樣 煮東西跟家人一起喝 每逢夏天都會煮湯水或涼水喝 牛大力、土福寧 還有一隻片頭都寫了,現在就不要理它 這樣浸了一個果皮,幾粒蜜棗 原來家裡還有一包蜜棗,剛剛才找到出來 我又不煮蜜棗了,拿一包柬埔寨的椰糖出來煮 3-4人份量,我們準備4-5公升的水 這個時候,蜜棗果皮先放進去 現在就拿去煮 果皮蜜棗正在煮之際 我們回來看看今天的主角 它不是主角,但我們都要先處理它 這裏有半斤的土福寧,買了時候就叫它爬上片 放些清水,先放進去 牛大力就是土福寧的一半,即是多少? 牛大力就是四兩,不用太多 牛大力不用太多,因為它是帶苦味的 我們現在就把它浸一浸洗 這些新鮮牛大力土福寧,也是一個共通點 什麼共通點呢? 多沙 我們使用多沙的食材要怎樣處理呢? 用一個爬的方式 將一些泥塵 泥塵倒進去,慢慢拿去 洗三四次,務求將泥塵洗乾淨 把泥塵洗乾淨 清洗四次之後 然後我們放進去 煮蜜棗水 我們先煮這三種食材 現在我們先處理今天的主角 老鼠 這隻老鼠叫做鑽地鼠 不是超音鼠 什麼叫超音鼠?有沒有玩過遊戲? 是不是很噁心? 拿出來以為發了沒有番薯 這隻貓是奇貌不揚,功效也相當好 它都是清潔解毒,舒筋活落 特別是對女性,出的汗多,手腳,關節痛 煮這些入地老鼠相當好 近期豬肉很貴,想不到今天牛大力土鳳力 入地老鼠這麼貴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為何牛大力土鳳會切掉? 這個不切嗎? 因為這些新鮮的入地老鼠 你一刨它,一切 很容易起斑點、黑點 通常我都是回來自己處理自己切 我們有什麼方法呢? 準備一盒 濕溫水 我們就放兩茶匙的鹽下去 我們才開始處理它 我們做這些都很簡單,用一個跑 然後,將它表面的皮 我們就慢慢刨下去 刨乾淨之後,我們就輕輕把表面的泥層沖乾淨 加泥、焦眼,我們就撬一撬出來 切這個都很簡單 我們把它切成小小片 好像割一撬的,它本身的質地 我們馬上放入鹽水裡,浸著它 現在我們就沖一下鹽水 將它進一步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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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放進去 果皮、蜜棗、牛大力、土福苓 我們收慢火,煮它一個小時來三小時 現在煮了一個小時 現在煮了一個小時 我們來看看模樣 再用渣子 讓大家看看 蜜棗都可以吃 牛大力、土鳳梨有清熱解毒,對皮膚濕疹很有功效 入地老鼠也有清熱解毒,主要是強筋骨 最近濕重,手腳很累 加上入地老鼠也很適合 對於婦女來說也很好 婦女有周期病,也相當不錯 今天這個涼茶 特意煲給家裏兩位婦女喝 喜歡吃龜鈴哥的網友,請按LIKE 喜歡喝涼茶的網友,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 牛大力,土鳳梨,入地老鼠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我先喝茶,多謝收看 拜拜 喜歡就按LIKE,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